第三十一课 登门槛效应 声词 门槛 报社 编辑 嗯 轻易 处理 社区 劝 缘 标志 出示 赞成 请愿输 恋爱 迫切 犹豫 冷淡 无所谓 值班 报告 八成 八成 模糊 狡猾 了不起 身段 缩短 看不起 谦虚 谦虚 实践 biên trí biên tập 嗯 là được dùng đồng ý khẳng định 清晰 dễ dàng trú lì xử lý 社区 là phường xã khu vực chuyên là khuyên 原 là tròn biêu trì ký hiệu 出示 là chính ra trạng trống thán thành chỉnh nguyện xu đơn xin đơn thỉnh cầu liên ai tình yêu là không sao cả không vấn đề gì chứ ba là trực ban báo cáo báo cáo là hầu như chắc chắn múa khúc là mâu hồ mập mờ chào khóa chào hoạt léo bút chỉ léo bút chỉ là tài ba giỏi vĩ đại sân toàn dáng vẻ thái độ xô tọa rút ngắn kambu chỉ xem thường chên xuy khiêm tốn xuyên là thực tiễn xuyên xuyên đông nhẹ nhàng thôi thanh bốn đông nhẹ nhàng thôi thanh bốn đông nhẹ rồi thanh bốn em đọc giống tiếng Việt không giấu chỉ không cứ gặn rộng lên oxy nó tuột ra ngoài mắt là không có khí mà đọc nó sẽ bị mệt xuyên xuyên không phải là đọc mạnh thì nó sẽ đúng những lúc đọc mạnh nó tuột hơi ra thành đọc thành thanh một xuyên xuyên 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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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誌 äs 驾就这样轻易地请好了 不得不说 这位朋友很会利用登门槛效应来处理问题 心理学家曾做过登门槛技术的现场实验 他们派人到两个社区 劝人们在屋前立一块小心驾驶的原型标志 在第一个社区研究人员直接向人们提出要求 结果很多人表示拒绝 接受率仅为17% 在第二个社区 研究人员把同样的事情分成两个步骤 先向大家出示一份赞成安全驾驶的请愿书 请求他们在上面签字 几周后再提出立牌要求 这次接受者竟然达到了55% 第一个步骤的签字是很容易的 几乎所有人都照做了 大家可能都没意识到 这个小小的登门槛行为 对接下来的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 当你想要求某人做某件较大的事情 又担心对方不愿意做时 可以先向他提出做一件同类型的比较容易的事 比如 你想与一个女孩谈恋爱 如果一开始就迫切地提出要跟她约会 女孩可能会犹豫 甚至表现得很冷淡 如果你说 饭总是要吃的吧 一起吃饭吧 她答应了 那接下来是去看电影还是泡酒吧 都无所谓了 你想让同事帮你值班或写报告什么的 直接说八成会被拒绝 把事情模糊化 能不能帮个小忙 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 台阶一扑 事情就容易多了 你可能会说 这些小动作会让人觉得你很狡猾 但是不得不承认 有了这些小动作的帮助 别人的确更愿意接受你的请求 有时候 当你自认为了不起时 别人通常觉得 你这人不过如此 可是当你放低身段时 会缩短与人的距离 别人并不会看不起你 反而会觉得 你为人谦虚 实践证明 第二种人得到的 总是比第一种人更多 我可以读它 让我读它 有一个朋友在报社当 有一个朋友在报社当 有一个朋友在报社 do 有一个朋友在报社 一天她去警察 她是任何理论 他是任何理论 她是任何理论 如果您心情好 我叫说 请请不好 就改天才说 有一个日 我需要思考 今天今天有好吗 今天今天有好吗 今天有好吗 我会问 为什么 我会答 如果有好 如果有好 我会说 如果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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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 如果有好 我认可信心 是这样经意的 是这样的 在本身中的 名字兰 他所谓的 所谓的 是这样的 对 我认可信心 不是说 我认可信心 东西兰 是关键的问题 我认可信心 你能不能说 我认可信心 是在宣众 使用我认可信心 在宣众 他们派人到两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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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一间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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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个社区 研究人员直接向人们提出要求 结果很多人表示 拒绝接收率 只为17% 在第二个社区 研究人员 把同样的事情分成两个步骤 现象大家注释 一份赞成安全驾驶的警愿书 警愿书 请教他们在上面 建设 提出 立法要求 这是 接收者 竟然 达到 2%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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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出 核 拳 大 大家可能都每一天 大家可能都每一天 一天是 inherent 确论 bước thứ nhất thì rất dễ được người ta đồng ý cái bước thứ nhất là cái bước ký tên thì rất dễ thì rất dễ và hầu như mọi người đều sẽ làm theo và mọi người có lẽ không 我认真意识到这个就是一种行动的就是一个方法 走过的扩车 小小小的有影响到这个方法的问题 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 生活平常也很像这样 当你想要求某人做某件事 做某件事的事情 要担心对方不愿意做事 可以先像他提出做一件同类型的 比较容易的事 trong lúc mà bạn muốn người khác giúp đỡ mình làm một cái việc gì khá là lớn và lại lo lắng rằng họ sẽ không đồng ý thì đầu tiên có thể hướng đến anh ấy hoặc cô ấy đề xuất một cái việc cùng loại nhưng mà dễ làm hơn 比如你想与一个女孩谈恋爱 如果一开始就迫切地提出要跟她约会 女孩可能会犹豫 甚至表现得很冷 但如果你说 饭总是要吃的吧 一起吃饭吧 她答应了 如果你想要跟一位女孩说话 如果您可以看电影或讨厌宝宝 就无所谓了 thế nên bước tiếp theo là đi xem phim hay là đi rất thời gian ở quán bà quán rượu thì cũng không có vấn đề gì cả 你想让 你想让 同事 帮你 执办 或 写报告 什么的 直接说 把证 会 被拒绝 把事情 模糊 能不能 帮 各小忙 不会 常用 你 很多 时间 太久一 不 太久一 社羊 就如你 都了 khi mà bạn muốn đồng nghiệp của mình giúp đỡ trực ban hoặc viết 报告 v.v. nếu trực tiếp nói thì rất nhiều khả năng sẽ bị từ chối nhưng mà nếu khiến cho sự tình trở nên mơ hồ một chút có thể giúp tôi một việc nhỏ được không sẽ không chiếm nhiều thời gian của bạn đâu khi mà bậc thèm đã được trái ra thì chuyện trở nên vô cùng dễ dàng rồi Cảm ơn 但是不得不承认 有些小动作的帮忙 别人的确更愿意接受你的拯救 但是你不能承认 有些动作小动作 帮助这些东西 人们的确实会 帮助你接受你的拯救 有时候 当你自认为 聊不及时 别人通常觉得你对人 不过如此 可是当你放低 身段时 会缩短人的拒绝 别人并不会看不及你 反而会觉得你 对人的拒绝 有些时候 当你觉得我很好 但他们会常常看你 对人的拒绝 你会常常看你 但是有些时候 你会常常看你 我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第一 字幕联系列式 列式 第一 嗯,是詞詞 是詞詞 第一 表示 诬文 譬如說 我是二十八號 難道是我先說了 嗯? 不是28 28 . 不是28 嗯,人都去哪了? 嗯, người đi đâu hết rồi? 第二 嗯,表示感谢意外或认为不改这样 例如 嗯,你的房间为什么这么冷? 哇, sao房间 của bạn lại lạnh như thế này? 嗯,你怎么还没走啊? 哇, sao bạn vẫn去 đi? 第三 嗯,表示感谢意外或认识 比如 嗯,嗯,表现 sự đồng ý đáp ứng hoặc là đồng ý ví dụ như 嗯,如果你心情好 我就说这件事 心情不好就改善再说 嗯,嗯,如果你心情好 我就说这件事 嗯,如果你心情好 我就说这件事 嗯,我会帮你心情好 嗯,如果我会帮你心情好 我会帮你 我会帮你 最佳心意的, 正好, lãnh đạo có hứng thú, thế nên là 请义法 cứ dễ dàng như thế mà xin được rồi. 第二,任何勝利都不是经意的到的, 第二,任何勝利都不是经意的, 任何勝利都不是功能, 肯定是很难的。 如果是毫度,任何勝利都不是经意的。 任何勝利都不是心中的。 副词表示处理事情,态度不沉重,随随便便, 常用在否定区中构成, 轻易补什么什么的格式表示很少说什么什么的意思, 例如,轻易可能能否定表达, 这个态度所理的事实不太难,对对点点, 通常用在肯定的文章中构定表达, 例如, 例如, 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从不经意主体, 也不经意转变。 这个特点这个人的特点是从不经意主体, 不容易确定 也不容易确定 也不容易改变 改变 改变 其实他为人好强 经历不久人 这次向咱们借钱一定是遇到什么难受了 有些人是相当的 是从人变弹 后来不容易拓挡 这次是我们的费力 今我们的费力 是有的事 有的事 开变比比特别 有的事 是虚拟费比特别是 但现在便是 但价格 价格是 这便是 sailing的ゴン到零多 只要是 你是有哪有那一種泥 monsieur 嗯 那著你 因為二種是 徒好 你有拒絕後人而已 它是呀 都是地上的 哈哈 你不挑花了 沒有甚麼 你買漫無雜 比你還要 你甚麼我還要 你最卡通了 然後 有一點是要求得到 штur Stock 也是要求得到 那我現在說是 我的詞 特色 chief 大力 削到 削到 削減 削到 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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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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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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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